四地主聚埋館 300多戶沒自來水用 說法通過可進行開挖 這就是 已經有借機挑戰的行為 高雄大寮區 歐洲瑞士社區300多戶居民 營建上未收購周邊土地 住戶不但只能靠現有繼承道路進出 連深重自來水都成問題 18年來都是使用水質很差的地下水 而且只能用來洗澡 洗衣服 煮飯和喝的水還要買山泉水 10年前開始 報酬爭取深裝自來水 要開灣埋館 但從供水槓管 立社區還有300公尺 沿路20多名地主府隊 要求政府徵收土地 今年1月 北湖海角1萬元 抽到217萬元 用來施工及回饋地主 但5月協調會上 地主還是堅持要求徵收 但市府財政困難 沒經費協調破裂 一年一年來嚴重 造成我們的水槓 都比較死 每一年 都總大家為了 要清洗澡的水槓 都加開錢 加困擾 來再跟電費面說 因為晚上已經比較死 沒辦法使用了 很快樂的一年 也加了217號的 一號 加一萬元 的配合開票 的配合款 錢都搞在水槍 居民沒想到就算 自票要包花錢 也沒辦法解決 痛罵難道公權力死了嗎 臺灣自來水公司昨天保釋 根據經濟部10月底 公布的行政命令 若協調不成 人可由公權力介入 提升補程費 就可以進行施工 該社區只需付3萬多元 當新聞 其他20多件 一併解套 報導